哈囉大家好,我是寶具大叔小禮 今天中午就爬起來了 跑去必勝客買他的新口味 他出的新口味叫做爆米香跳跳糖披薩 這麼特別的東西,一定要趕快去買來吃 趕快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披薩呢,他除了你現在看到之外 他還有附一包,這應該是跳跳糖 讓你可以撒在上面 那可能是他受潮,所以是沒有直接放 那可是呢,這個披薩來的時候呢 他是方形的,已經先幫你切好切塊 然後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這個 蔓越莓乾、果乾之類的 可是他這些果乾這些東西 他並不是黏在上面的 所以這個就會掉一堆 在這個 他會亂掉,所以說這個其實 我覺得他這個果乾只是最後烤好 再把它撒在上面 這樣子好像有點不太OK 來,他這個披薩呢 我先不撒那個跳跳糖 他這個跳跳糖 還附了這一包還蠻多的 我剛剛有偷吃一下,確實是很讚 好,我先吃他這個披薩本身 可以看到下面是這個 薄披薩,然後上面是這個爆米香 我先吃他的原味 它這個爆米香呢 上面應該是有灑一些甜的東西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我會先吃到甜味 這個米香是真的很酥 但是米香本身是沒有味道的 當然就是米的味道跟酥酥的口感 可是我覺得還稍微有一點點帶鹹 那甜味是他本身表面上 這個米香本身是沒味道 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剛剛大概稍微找了一下 把一些失落的果乾找回來 它大概有五種不同的果乾在上面 所以事實上是五顏六色很漂亮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在色彩上至少做得不錯 來,我把這個跳跳糖灑一些在上面 這個我不打算全灑 因為如果我先灑了披薩又沒吃完的話 跳跳糖一受潮就... 來,給我看一下齁 我撒個跳跳糖 米香的那個酥 然後再加上跳跳跳糖的那種口感 真的蠻特別 原本只是米香上有一些甜... 對不起,它一直在跳 原本只是米香上有一些甜味 加上跳跳糖之後 它跳跳糖是有點帶酸甜的 所以又跑出了酸甜味道 今天開箱的這個必勝克新的口味 爆米香跳跳糖披薩 我個人覺得還蠻值得試試看的 因為它的爆米香是真的酥 那它的跳跳糖帶一點酸甜味 加上有很多果乾 所以說真的是家庭聚會啦 公司下午茶啦 這些其實都蠻適合的當作甜點 這個真的做得剛剛好 這個真的讚 我跳跳糖放太多了 OK,這是今天開箱 我愛你,愛你 讓我不愛喝